香港进入数码高清广播时代 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解码器出售 价钱也有参差 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了解恩就跟一些业务人士谈过了 Charlise,大家买解码器的时候 应该留意什么 其实市民都挺难选择的 因为选择多 现在我们就进入了数码高清的时代 试播的阶段 有市民说在家里有时会收看高清频道的时候 都会发现解码器会出现轻机 即是收不到讯号的情况 我们就跟一些专家聊过 他们都说很可能就是因为解码器的散热 出了问题 踏入高清广播年代 形形色色俗称基顶盒的解码器纷纷出笼 一般卖一千多至三千元不等 在鸭寮街一些档口 几百元就有交易 质素又没有保证呢 便宜一点质素都是一样的 贵一点质素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测试才能迈出街 看看电视没有画面真的挺素兴的 有市民说安装了机顶盒来看数码频道 有时候都会有轻机的情况出现 本来看得很精彩的时候突然停了 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影音店负责人相信 这些情况跟个别机顶盒的设计有关 它里面有个火牛 火牛会发出很大的热量 如果你散热得不好的时候 它就会令到机卷不能正常运作 如果是内置火牛 它的机身就会设计方面 这方面就会有多一些散热孔 就令到那个机的散热会比较好 不同假物器的设计和大小 都会影响到散热的情况 零售商就建议 当然选择一些有电讯管理局标签的产品 就最安全了 电讯管理局说 暂时未收到有市民投诉说收得不理想 其实大家现在看我们六点钟新闻 而这个电视画面 就是我们的数码广播频道 大家都会发现 会有少少延迟就是延时的情况 我们就和工程部的同事了解过 是为什么 他都说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 播出有一个延时的东西 是小不免的 因为从数码播出那里 因为要做一个压缩的程序 所以变成会有些延时的现象 那里大约是一秒钟左右 随着那个科技发展 就会越短的那个延时的现象 至于接收的稳定性 其实原来两间电视台 现在都在用临时的天线 大约到月中左右 他们就会改用一些长期性 和稳定的天线 相信到时稳定性 就会大大改善的了 我们的报道就这么多了 先将时间交给厂 cocoa